大家好 我是煌靈 Sone這幾天又出了新的禮包 這次要來更新大家敲玩幾天的課金項目CP值啦 這個表格網址我會貼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點 然後要注意 如果表格網址上的數字跟影片裡不同 請以表格為準 如果不小心哪邊算錯了 我會直接在表格上做修正 各位觀眾 如果看到哪邊有計算錯誤 也希望可以跟我說一下 首先來看公主週年包 金額與內容物就像畫面上這樣子 好像是奇幻包2.0吧 不太確定以後還會有奇幻包還是都是公主週年包了 不管 不重要 以後的事情 以後再說 先來看這包的CP值如何 我這邊的計算方式是 瑪娜250萬 用鑽石去兌換 差不多要1000多鑽才能換到 然後600體在三倍期間 我是直接乘三 當作1800體來看待 之後以酒館為基準 每120體看成是100鑽 1800除120乘100等於1500 體力的部分我是視作為1500鑽 然後以上項目全部加起來的話就是9041 週年包的計算大概是這樣 接著是6包 內容物在畫面上這邊 寶石 瑪娜 體力的計算方式都跟前面講的一樣 而古蕾亞記憶碎片150片 我這次是用期望值來計算 以現在的300抽保底為前提 假設所有人抽到300抽就會停止 不會繼續抽下去 那期望值是125抽 125乘上150等於18750 古蕾亞的價值我看作是18750鑽 剩下的5個記憶碎片 我當成是25個女神秘石來看蛋 這樣算出來的CP值是6.15 6包的CP值不算特別高 接著看8包 這邊一樣把古蕾亞的記憶碎片 每個看成是5個女神秘石 算出來的CP值是6.93 最後是10包 買滿10包給1000女神秘石 秘石的計算方式是 10連抽能抽到的秘石期望值是45.6 那要抽到1000秘石 理論上需要抽219抽 大約需要32850鑽 1000秘石的價值我就試作32850鑽 那10包的CP值大概在8左右 光看CP值是覺得還不錯 但我覺得這個10包是有陷阱的 主要是8包那邊 古蕾亞記憶碎片有一點雷 畢竟古蕾亞是個倉管 沒什麼上場機會 這個角色三星五星差別都不大 除非這個角色日後專武翻身 而且記憶碎片還是非常難以取得 那8包那邊的古蕾亞碎片買的才會划算 OK 那講完了週年包 接下來來看看新的補給包吧 有人可能會黑人問號 補給包不是賣到15號下午4點就沒了嗎? 但你太小看SONET了 他又出了新的補給包啦 這次從8月15號下午4點賣到23號 補給包無縫接軌 名稱的部分這兩包都叫補給包一模一樣 所以各位在看表格點下面分頁的時候 記得要看清楚日期 小心不要點到舊的去了 然後就來看這包的CP值如何吧 首先看到下面內容物的部分 免費寶石、瑪娜、體力、女神秘石的計算方式 剛剛我週年包都講過了 這邊用同樣的計算方式 我就不重複啦 而公主新碎片30片 我這邊是試做1350鑽 這次的補給包 一份的鑽石價值差不多在1萬鑽上下 而剩下什麼累積獎勵的部分 就是以下面這邊為單位來去做加減乘除 還蠻單純的 最後計算出來的CP值就像畫面上方這邊 那買2到8包的CP值差不多都在7左右 買到10包CP值會突破8 到20包CP值會到將近9 這次SONET是越後面的累積獎勵越多 看來是希望課長們能夠盡量往後買 最後來做個課長包的比較吧 如果只是單純想要古雷亞不在意星數 同樣是12000的話 補給包的CP值是比週年包6包來得高的 而如果是8包然後16000 也是補給包的CP值會比較高 最後如果是要花20000買週年包10包 或是補給包10包的 兩種的CP值是差不多的 買哪種都可以 但如果沒有很想要把古雷亞五星 買補給包會比較划算 啊對了 這次還有一個禮包 叫做露的碎片包 我實在很懷疑有誰會想買 不過按照慣例還是算一下吧 這包如果一個記憶碎片 當作是五個秘石來看待的話 算出來的CP值是5.57 在表格裡是排超後面的 一個非常不香的禮包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